请来立法会议员柯创盛 跟我们围炉聊聊天 大家好 我是围炉YouTube时证节目的主持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的何建宗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扎根社区超过20年的 立法会九龙东议员柯创盛 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何博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柯仔你好 在今年6月份 我们知道柯仔决定不再连任 立法会议职 不如柯仔说一说 你不再连任的原因是什么 好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思熟虑 和很艰难的决定 因为从政的朋友 不论你是什么岗位都好 四年 八年 十二年的任期 你都要起身 都要转岗位 一代新人性救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其实这次的决定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其实在这段期间 如果大家熟悉我的朋友 知道我过往参与地区工作 都是非常专一 早出晚归 以至乎在议会时间都放了很多 但今年年初开始 其实我家人的身体有些变化 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不可预期 和突然的变化 作为议会和家庭 其实我自己反复思考过 亦都听了不同朋友的意见 我认为家庭 都真是作为自己负责任的人 是要多些兼顾的 因为你同时的兼顾 作为立法会工作是相当难的 亦都经过民建领的领导臣 多番的恍留 多番的沟通 我和地区兄弟都解释我的困难 其实大家都量解和支持的 我总是觉得一个观点 就是不论你如何做都好 自觉齐家平天下 先解决家庭的问题 你才能放心 在不同岗位继续服务市民 所以这个决定 你问我今年的9月 不争取连任 确实很多市民都捨不得 你问我更深考虑去想 其实都是很艰难 我仔其实在官塘区议会 自从1999年到现在 已经服务了21年 在1999年2003年 都是高票当选 甚至有两届是自动当选的 大家知道去年2019年 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 其实相当艰难 大部分的建制派议员 都未能够连任 你很少数能够继续连任 直到现在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以及其实现在的区议会 和之前的区议会 有什么最大的分别 其实我想我很感恩 在我从政上路上面 每一位帮过我的朋友 支持过我的市民 因为确实从政这个工作 是坚拒 亦非常具挑战 99年参与区议会选举 到去年区议会选举 都在市民支持下 高票当选 你问我开心 但我自己反观看 其实因为去年的区议会 建制派已经没有了药物大部分的议席 17个区议会都被反对派 或者被那些所谓本土的议员侵佔 议会生态变化得很大 由以前我们真的可以很理性 很慕实去讨论民生事项 到今天区议会变为一个政治的斗收场 我们很多政治的表态在区议会出现 你问我好不好 公道说我是担心的 因为我相信香港市民都知道 区议会是一个比较基层的咨询组织 很多讨论的项目 都是关乎市民息息相关的 例如区议会的交通 环境卫生 社福设施 如果区议会花太多精力 去讨论政治项目 其实我担心什么呢 担心区议会被政治化 另外第二件事也没有办法解决市民委托我们 照我们帮忙跟进的问题 所以其实今届区议会给我很大感觉 我们开会时间长了 我们以往开两点半 今届就开九点半 我们议事时间也长了 由我们以往可能是三四个小时 到今天的议会 足足半天或是一天都有 你问我的议会文化和议会质素是否好 我觉得仍要有待观察 但我是担心一样的 如果区议会继续这样演变下去的话 最终是变成什么呢 就是变成政治角力的斗手场 令到市民根本实际上 得不到一些很适切的服务 我举个例子 近期的疫情非常之严峻 你会见到我们很多未能当选的朋友 都走到社区为市民提供一些资讯 口罩 搓手液 但反观一些新当选的议员 他未必完全掌握懂得如何做 以至乎他未必都仍然跟你说一些防疫的资讯 他可能会跟你说一些关于政治的议题 或者是很多怪责政府的问题 政府是需要监察的 监察都需要有建议的 如果我们监察一尾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话 我没有担心 担心其实不论政府好 议会好 都没有办法向前运作 其实我们看到所谓的揽炒派 在区议会我都知道有很多 讲一些跟职权无关的议题 甚至政府的同事都拉队尼翔 你怎样看这个情况 如果他们之后选入立法会 香港会变成如何呢 其实这个情况是相当不理想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区议会真的不是一个做政治show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 由尖望区议会在上一届主要的通道 安了闭路电视 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避免当年大家记得的强水事件 亦都希望做好盗路监察管理 但是新上场一群濫炒派的区议员 他就要求拆掉它 第二个例子就是黄大仙 一个很好的民生上盖区议会上一届 在小规模工程中通过了 那现在这群濫炒派的区议员上场 又要将它重新推翻 其实种种例子是说明了一件什么呢 就是他们是政治凌鸳民生 第二件事也是没办法是急市民所急 因为香港人都知道 区议员是一个最贴身 最贴地的地方保障 即是一个代议士 如果你真的在社区里面 你太多这样的对立或者矛盾的话 你只是没办法将一些居民关心的议题 带到上议会 哪个最得益呢 博士 就是政府官员 我经常觉得 其实政府官员 就是坐在看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斗 最终呢 有些事情他们不想做 便可以不做 有些事情他们认为难做 便不放上来 其实最终损失 我觉得是三输 市民输 议会输 政府输 柯仔你2016年加入立法会 这四年也是惊涂蟹浪 我想市民都会同意 很多事情不想见到都不断发生 拉布 扔东西 甚至扔臭蛋 可否说一下这四年的感受 其实这四年比我来说 是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我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 战战兢兢 因为其实我当时愿意出来选立法会 除了得到市民支持之外 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抱负 就是希望议会里面 真是讨论正事 立法会是要做立法会的事 如果你要做show人 不可以出出便 但这几年你会见到 其实行政立法关系 开初是不错的 但随着宣誓风波 DQ风波 以至乎到各项各项的事情出现了之后 议会就开始对立越来越厉害 今届的立法会 比市民好比我自己的感觉好 其实是比往事差的立法会 你会见到濫炒派 一班众部议员 基本上他们在议会里面 都是以政治先行 民生就放一边 政治表态太多 但实质上他们的方法 你会看到拉布 玩意识规则 以至乎到程序 加上可能现在发展到什么呢 发展到就是 扔臭蛋 冲击主席台 以至乎很多身体的冲突 你看到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 选19次都选不到 这个说明什么呢 第一就是浪费政府 浪费了市民的公帑 第二就是初逃税月 如果你记得 当然立法局的年代 其实很多议员都很尊贵 我们一些不论是 泛民好建制好的前辈 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他们会表态 我们叫honorable 这个问题是honorable 没错 但我们的行为是honorable 没错 但你要看回 这次立法会的工作 议会 完全不是这样 我记得多年我帮谭月中 做立法局议员年代 做助手的时候 他们席走政治的问题 他们政治解决 民生的财务委员 他们不会拖的 但你看到 其实在立法会戒尾 很多政治的 很多民生的议题 都胎死腹中开战 或者从头来过 全面开战 已经是议会的常态 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这些议员立法会 是不是看尽 也都尝尽 我说是呀 因为你问我 其实我估不到这么恶劣 你想想 拿一块黑布围住 我们冲击议事台 琴高琴低 以至乎扔臭蛋 好像越来越离谱 你想想 如果你做一个普罗市民去看 就是说 你立法会议员 是我选出来的 我是不是想你这样 另外你立法会议员 你本身是有一个津贴的 你会拿成十万零一千 你来做一做show 扔一扔东西 那你就可以被讲出场 之后不知去了哪 你想想这个是否好 最大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很担心 如果香港继续走下去的话 是不是市民想要的东西 你会看到一个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对比 我们周边其他国家 新加坡 譬如我们鄰近的深圳 澳门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慢的 不论我们的经济发展 不论我们的交通改善配套 很多东西是想做的 但最终都做不到 谁最得益呢 不是市民 我经常都说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得益的 是三输的 其实你觉得这四年 你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我们信用一下 这四年你问我是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在我人生里面 我觉得我能够参与到立法会的工作 我感觉到是骄傲的 因为确实立法会的议事 和立区议会的议事 是争牵拱地 因为立法会真的有很多主要的职能 包括审批财政业存案 审议法例 去做很多监察政府的工作 是很实质的东西 我最开心就是我任来 可以推动到政府做几件事 第一样就是增加600表的比例 另外就是将土地供应 由以前的73变成64 亦都可以是市民买居屋的负担能力 可以去负担能力作为继续 公园房的比例多了 没错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我九龙东 我的医院可以做到抗建重建 这些是市民期盼着的 我们在疫情中 政府愿意听我们的意见 推出了两轮的抗疫逢疫基金 当中也有一点是推动到市民都可以 享受到财政业存内所说的一万元 其实这些我觉得市民是拍手掌的 市民是开心的 但反观另一件事令我很遗憾的地方 我就觉得在这个议会里面 我不想见到这么纷乱的情况 是真的发生了 因为你都知道我不是一个 争取美光灯的人 很多传媒朋友都说 柯仔你好像很低调 如果熟悉柯仔的朋友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做实事的人 我很有兴趣去推动政策 我很有兴趣去研究政策 推动那些民生的东西 我很有兴趣的 但你告诉我 你要我去做政治show sorry 这个不是我的剧本 明白 我认为一件事 令我最遗憾的地方 就是我看到很多有利民生的政策 不论在公务委员会也好 财委会也好 都是胎死腹中 因为你要明白 议会的任期是有限的 过了任期之后 所有事情都要推倒重来 要重新做个咨询 上个panel 然后就上公务人士再上财委 这个是我遗憾的 另外一点我更加遗憾 我真的看到 原来议会里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家一条心 一条心是什么呢 为香港市民服务 在这四年里我看不到 我只会发觉到一件事 其实各自的党派 都是为了他可能自己的 个人的想法 或者政治的目的去做 这其实是相当不理想的 我知道我个儿子很关心房屋问题 你也是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 这个也是香港市民一直都很关心的 那我也想请教你 其实香港的房屋问题 是一个供应的问题 还是一个价格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去年的反修例运动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 我们的楼价也继续升 是的 我会觉得我们香港的楼市是宇宙最强 没有什么可以打击它 那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的房屋问题 其实房屋问题 香港只是一个很核心 和很深层次的问题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研究 房屋的发展和策略 我会看到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供应问题 博士你会知道一件事 其实面粉和面包有关系 如果面粉供应充足 你的面包的产量就会多 其实供求需求是关键 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政府内部来说 涉及土地运用都很清楚 是跨局的 发展局、运防局 你都明白每个局 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方向的优势 第二个其实香港很多限制土地 是未全面运用的 我记得上一届的特区政府 梁振英先生做特首的时候 是多方面强调 希望善用土地 但是环顾回这几年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这件事呢 另外中地的发展 你会看到中地发展 是没有一个中地政策的 现在我们常常担心作业者好 担心居民好 他会有任何的反抗 或者任何的不愿意去配合 但是要问一句话 如果我们有些工作 我们不去用前瞻性的规划去做的话 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你如果你的面粉增加 你面包多了的时候 你流量相对一定会有所调整 第二件事也摆在眼前 就是我们现在的行政程序太久 我想博士当年在政府也知道 其实当一个发展 我说的是新界东北 你想想说十几年 现在才刚刚有些微目 横洲事件 几年就说了差不多六七年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 所有东西都是十几年最低消费 基本上 问题就是行政程序太久 你会发觉到 第一有承规会 改变土地用途 第二咨询时间 第三部门与部门之间的 所谓的传来传去 如果行政程序能够减少 能够同步做的话 我相信都会解决到 我们的供应问题 所以说来说去 如果我们政府有魄力 有心去解决这个火候问题的时候 他应该有几件事要做的 第一件事 希望他主动 主动 落地听多些民意 第二 希望他真的找不同的政党 我经常都说 火候问题不是很具争议的问题 我相信不论是泛民好 建制好 都愿意谈的 那是否可以 请政府的同事多些去找他们呢 第三个检讨政府内部程序 包括规划 包括土地发展用途 包括如何善用限制土地 以至缩减行政程序 如果这几点 政府真的能够 听听我们这些卑微市民的意见 或者听听代理事的意见 我觉得今天的火候问题 是可以慢慢慢慢得到舒缓的 但刚才你所说的公私营比例呢 另一个角度就是说 这本身体面粉都不够 如果你那个公营比例越来越大 当然可以舒缓那个 排到上楼的时间 但是可能私楼又会短缺 楼价再升 那你怎么看这个平衡 其实社会是多元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些处于水深火业的基层市民 轮后差超过30万 轮后时间接近6年可能会冲破6 确实如果我们公私营比例 不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作出调整的话 其实社会会陷入一个矛盾的状况 我理解的 其实你要去一个政策 去批准所有人是难的 但我希望我们各大地产商和发展商 都能够以一个叫做大爱的原则 确实楼价这件事 我们明白它买回来的价 和它出售的价 一定是有所谓利润存在的 这个是否我们可以 大家齐心合力可以控制一下 另外第二件事 政府是否可以 譬如透过公私营合作 你记得当年在政府年代也说过 公私营合作可以推动到 促进到 除了可以帮到基层市民之外 也能满足我们一些想接的朋友 这个也是重要的 所以你问我 其实楼价的多和少 其实真的取缺于供应 如果我们的供应是能够有充裕的话 基本你问我 73号 64号都可以解决 相对来说大家都不用这么吃力 敢捱 对了 说完房屋问题 我想谈谈政治人才的问题 好 因为刚才也说过 你的经历 你由99年做区议员 到2016年入到立法会 其实应该说是一个 一方面反映到你的能力 但我觉得是一个幸运的一群 因为我们很多从政者 无论建制派也好 反对派也好 在区议会或者地区层置做很长时间 都未必能够去到立法会 区议会和立法会的门槛很高 或者跨度很大 其实令到我们很多有心从政的年轻人 却步 我自己都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政治人才 主要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如何吸引一些 有能力的人进去从政 第二就是如何令到 一些从政者 可以有好的发展空间 这方面你的看法是如何 其实作为香港青年去参与正事工作 其实是很窄的 光谱很小的 因为你会见到一样东西 就是青年人去关心政治 第二在港英年代不多做 如果博士留意到 当年大家读过书 都知道一样东西就是 当年港英政府年代 就不希望接触多些政治 但随着市民的知情权 至乎到参与度高的时候 其实是没得避免的 也都突显到 我们现在政治人才 一直都是落后的 我自己较为幸运的一群 能够加入民建联 由职员做起 到代表民建联 参与区议会选举 在市民支持 这么多届都能够迫立 妥以为市民服务 也很感恩在兄弟姊妹 在市民支持下 参与到立法会 交融冬的工作 你问我其实是幸运的 不过正如刚才我第一提到 清出于男性于男 一代新人性救人 如果我们的政治空间那么小 旋转门那么窄 你只会令到有心从政的青年 是会却步的 所以我常常都很感恩 就像你的智库 有这些智库 可以就这方面做研究 其实青年很想 第一 服务社会 第二 希望在服务过程中 可以领略到 吸收到 一些掌知识 亦都给它一个平台服务 其实现在我们香港的青年人很厉害 我常常都说 他们有些建议 是我们这个年代 或者我们处于他的年代 都未必想到 但是没有机会发挥 所以我希望特区政府好 第一 希望能够融入多些民间的智库 听多些智库这方面的意见 第二 有些旋转门 最重要 我想旋转门这个概念 在外国就很盛陷 是的 大家知道智库来说 无论商界或者政党 都会设立一堆智库 从政之后 如果落选了 就进入智库来 从事政策研究 处备能量 但是似乎香港 在这方面的发展真的比较差 见到香港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对智库这件事 不是那么重视 特区政府都一样 你想想记不记得 几届政府 不是有中央政策做的 是 今代没有了 取消了 对了 但它有多创新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 其实智库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会集人才 我们背后 就算一个人多聪明 都不是犯犯色 如果你真的要找人才 难道你到处执执不了 希望透过智库的平台 让多些幼稚的青年参与 另外一件事 它是否可以更加进一步 让市民或青年去自战 加入政府组织 其实今代有的 你见到前任的民政事务部长 刘光华和司长 张建宗做过的 但它是力度不足 是否可以加大力度 这些是可以的 这个旋转门入也在 另外你也在吸入政治人才 不论政党发展好 不论特区政府发展好 都有帮助 讲完政治人才 讲讲现在最烈的题目就是国安法 大家知道国安法由五月份蕴酿 到六月底实施 现在其实都不够一个月 我觉得香港政坛好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讲法好像是地壳在转动 你怎样看现在国安法的实施 和对于香港将来的发展的启示 其实国安法的实施 我自己觉得是比香港定海神针 因为你看到香港过往一段时间 经历过很多动荡 这些动荡是很多香港市民不想见到的 特别去年黑暴 真心话说 我们都不要说黄岩正宴 而是我们要依法办事 香港一直以来难以成功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依法办事 一直都是守规矩 你想想我们去年因为一个风波 而引发到整个社会运动激烈化 两极化 我不同意你的 我要打 要烧 要装修 或者我要把它美化 那不行 如果你问我 其实国安法 中央是迫不得已去立 你想想我们香港回归23年 我们的23条立法到今天都没有 颠覆国家 煽动主权 外国势力 这些东西 其实真的不能够 任何国家都不能够接受 已经在发生 我们看到 你看看 环观美国 这么民主自由 它都有二十多条 还有它最高的佛制是死刑 你想想 如果我们香港 真的没有在这个位置上 打好关的话 香港就会成为一个 外国势力颠覆的基地 令到香港走入一个万劫不复 所以我觉得 国安法是来得合适的 如果我们23条辞意都做不到的话 中央能够 都是为了香港好 希望香港能够继续繁明 稳定向前走的话 应该要做 我自己也看到一件事 当港版国安法立了之后 社会的民情主流意见 都比较一致 纵然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支持 他有很多担心 但我觉得普罗市民 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 这一点也会反映到 我们希望继续维持 香港现有过往的繁明稳定 东方之处 最重要是我们仍然用普通法制度 仍然用我们香港的法官去审理 我觉得其实 这个国安法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之后的案例 去发展是怎样 也不需要现在一刀切 就说有问题 为了怎样 我相信 反对派好 濫炒派议员好 必定会将这些东西妖魔化 因为想想 从他角度来说 他一定是要 客人 引退社会有所谓恐慌 否则他怎会有政治本钱 我们跟他们最大分别 就是我们一班实实干干 我经常说我们建制派有很多空间要改善 包括我们的文宣品 包括我们出来的论述 包括我们在议会的表现 你问我 我自己经常都强调我是一个开明的建制派 我每天都在学习 因为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们继续令香港这样走下去的话 真心话说 年轻人都仍然可以顶得住 但是你想想 如果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 即是叫做怎么说 仔细老婆乱 以至乎到当你在社会上真的要找碗饭吃 其实真是很惨 所以这一点你问我 希望港区国安法立国之后 能够令到整个香港都能够回复昔日的香港 令到市民觉得我出街 我不用人心黄黄 不知道到哪个位置 被人砌 被人砌 那说到立法会选举 现在政府就打算将它推辞 那你怎样看这个决定 其实立法会选举应在9月6日 通常以往根据基本法和立法会条例 都是四年一任 但我相信如果政府考虑到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将立法会延迟的话 必须要有很强的理据 因为我觉得香港市民都会看一件事 选举是一个大家可以共同参与的活动 这个也是由他自己选出他代意识 不虑他选出一些建设香港的议员 不虑他选出一些让香港揽炒的议员 都是市民的选择 所以你问我 其实你延迟选举 我觉得我们要在法理 情上都要做好一个预案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你延迟了 你的法不合理 你就会面对司法覆核 你的理 没有道理的话 市民就会觉得 或者反对派滥滩 就会觉得 你输打赢要 情呢 我们真的要考虑到现在的疫情 因为你觉得 其实我们每天三位数 博士 你想想 由第二轮发生到第三轮的社区爆发 其实现在市民关心是什么呢 就是关心疫情何时可以回落 你九龙东还是重灾区 没错 我池云山和官堂的居民 我每次下区 很惨 很惨 那些居民说 哎 选举不要说 你给我搞定疫情 你叫政府和全民检验 你叫政府做好些派遵 你叫政府做好些公共卫生的消毒 市民是关心这件事 他不是关心你究竟如何选花 选哪个 这个不是我们要拿准这个民情 所以你问我 其实延迟选举这件事 我相信特区政府是有多方面的考虑 也不是外界所说 也不是坊间有些反对派揽插派这样说 就是因为他们担心35加 下输 下输 真心话说 博士 我们出来选举的 你问我 输很平常事 因为每一件事都不会有写包单 就算我当时再出来争取区议会的连任 都一样 你靠市民在你过往的表现 那市民对你表现 是认同就会投你 很喜欢一个运动员 你准备了四年去奥运 他不会因为怕输而想奥运延迟 就是 博士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 说的就是很多人可以 言论自由很阔的 在香港 你说什么都可以 在香港言论自由很高 但你说是否因为这样 我觉得未必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觉得 选举最重要其实是公平公正 没错 而且是大家看得到的 在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的经验 就是说 在选举之前 有这么严重的暴力 尤其是很多建制派的朋友 办公室被人打烂 令到有一种威胁恐惧之下 到现在疫情 疫情也是如果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老人家 大家知道老人家 其实是一个高危的 新冠肺炎群组 所以我觉得政府也应该去审神处理这方面 博士我想跟你说 我去年黑暴之下的区议会选举 我自己都是受害者之一 我的办事处虽然没有被人放火 但我的办事处被打烂玻璃 被破坏 其实基本上都有 好像我那天区议会选举 我未有7点钟要去到票站 竟然出现了很多左青龙右白虎的年轻人 在和理牌 入到投票站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投票 有没有资格投票 类似这样的情况 其实去年的区议会选举 是多的事的 我经常都说 选举是什么呢 是求公平公正公开 你就让市民选择了 所以我觉得完全不存在 就是怕输 只剩下就是政府能否有决心 去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 其实世事无绝对 也都 never say never 我经常都说 现在我暂别议会 其实只有立法会工作 在地区我继续都是官堂区议员 我会继续不忘初心这四个字 一直为我们社会不同阶层的朋友服务 走在最前 我寄予是什么呢 希望新一家立法会的同事 都能够民生先行 政治真的放在一边 因为我在这几年很深密体会 很多市民都希望立法会的议员 能够做到立法会是拿来立法 拿来议事 就不是拿来做政治show 也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抱住一个求大同 全小异 让我们香港能够继续向前 这也是我们普来香港市民的心声 今天很多谢柯创成议员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享了你政坛这二十年的点点滴滴 多谢你 多谢你 亦都多谢观众收看今天的 维勞YouTube时政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香港政治人才不足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从柯创成的例子我们看到 只要愿意扎根社区辞之以行 十年甚至二十年 总会有出头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